这一刻呢,给大家讲运行 运行很重要啊 运行是很重要 运行呢,我们号称为结栽之行 它呢,是我们的靠山 那么我们首先要熟悉一下运行 运行是护体之神 就我们身体上的皮肤一样 那么我们首先要熟悉一下运行 运行是护体之神 就我们身体上的皮肤一样 你相当下对皮肤病呢 是不是 那也就是一个什么 运行受损了 那个还有一个 当我们免疫力低的话 得病了也是运行受到了损害 这就是运行护体之神 化沙为权 就是说,它能化掉最坏的东西 沙,七沙 我们说这个七沙 这个七沙呢 它是很坏的一个,最坏的一个东西 降灾的,灾性 那么它遭有运行 它就把这个沙就给化了 代表一个人的实力 看到了吗?实力和诚信 当这个人没有根的话 它只要有运行护着也OK 什么意思?这样的意思啊? 当这个树没有根了 但是有人保护这个树 跟它浇水啊 不停地撕肥啊 不停地浇水啊 去打理着 哎,它也死不了 就是这样的 代表一个人的权力 打印啊 一个人的名誉 名誉怎么样 一个人的头脑和思想 这都是印星 印星代表公司、企业、贵人、靠山、后台、背景 还代表学业 是不是啊? 还代表文凭 这些呢?它有好多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印星 有人说 那么不光是财星可以挣钱 印星也可以挣钱呢 你有权力啊 是不是能挣钱? 你有名誉啊 你有你的头脑 用你的思想都可以挣钱 用你的公司 用你的企业 用你的贵人 用你的靠山 都可以去挣钱 这也叫印星 这也叫印星 那么 当我们去领导办公室 去企业办公室 首先 要看看它的后靠 大家看我坐这个椅子 我坐这个椅子 就是有后靠的椅子 这不两面是不是有后靠啊? 是不是啊? 那么 现在你看 生的新式的椅子 都没有这个后靠了 这就叫靠山 你后靠怎么样? 有没有故意 故意人助你? 你有没有后台 有没有背景? 这就是靠山 你后边放的这些 都是靠山 布局怎么布局靠山? 你要知道了 你要知道了 所以说了 当你后靠 如果你八字中 你的靠山很强的话 你靠着窗户都没死 靠着大海都没死 你要李嘉诚 靠着大海都没死 为什么? 人家的靠山 命中的靠山 要大 你命中 根本没有靠山 没有印 印星很弱 你靠着窗户 那就败了 印星在外八字中 就是后靠 就是靠山 对不对? 我们看风水的时候 看了印星 八字中出来 就看了印星了吗? 那么你的印星是谁吗? 你的印星是假櫻木? 那你又知道了 当我们的靠山 当我们的贵人 帮我们的 不行了 我们要增加印星 当身体不好了 我们要增加印星来治病 那这个就是木星 这个就是木星了 你可以搞一个木质的大印 就放到你的办公桌上 放到你的床头柜上 因为你的印是木星 那么当你的大印是火的时候 那么你就可以了 搞一个大印 是比如说鸡血石的 是红石头的 那个有啊 桃柏上有 红色 红色的 红颜色的 不要太红啊 就是红颜色的 你说老师呢 我没搞到红颜色 我只搞到木印 怎么办 你就把木印的底啊 给它抹上 出纱 红珠纱 叫木生活 或者木印下面 垫了一块红布 大家要知道转化 知道吗 要转化 要懂 就是说我们搞不了的时候 比如说 你找不到这个东西 我们要帮它转化 把木要变成火 叫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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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了 当时是土的时候 那就好用了 搞一个石的 搞个瘦山石的印 搞个瓷器的也可以啊 搞个石头的土嘛 要是金了嘛 你搞个金属的铜的 答应 要是水了 搞个水晶的 答应 搞个水晶的 是不是 有人说老师呢 我那个水晶的 太贵 我买不了 我只搞个铜的 好 你买个铜的 答应 那么你搞个盘子 盘子里面装上水 把这个铜 一放到水里边 就来搞一点点水 就放到水里边 是不是什么了 是不是金属水了 把它变成水了 说说大家 在这个中间了 要转化 你看要不要补 要看你的印 那么我们看两个案例 这个 这个 日干在这里 一边一个木 一边一个印 这叫护着体 背邪不轻 但是这个是毛爷爷的 是不是 你看 当好多人 当暗杀他 杀不了 为什么 有印护体了 他的印就忘 印就忘 这个就是鬼水 救他的欺杀 欺杀最凶的一个神 过来要杀他 但是有印护着 你过不来 你得经过这个印才行 那么你约不了 过不来 这个印就把它破掉了 所以这个叫木印 木印 是不是我们当兵的 为什么都穿绿军装 大家应该明白 木印 这个就叫护体育那样成乡了 那么有人说 老师那个 不好 那怎么补 我会慢慢的交给大家 交给大家 大家不要急 再看一个 马老板 两个印型 看啊 这都是有后台的 都是 有级别的 有意义嘛 又有名气 又有意 是不是 说一说了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 不要急 大家不要急 那么这个 虎目语的 虎目语的 双萨林心 苦坏双亲 虎目语灵 他这个两个气差来了 但是他没有印心护体 这个就麻烦了 这个就麻烦了 破不了啊 所以早王 八字龙 看 这叫韵 是不是 上面叫命 如果说 你命里边没有 那么就要靠什么 靠一韵里边了 一韵他10岁到20岁 他走的是关 没有走印 如果他第一步走的印 死不了 不是吗 有印性护体 他没有走这个印 走的是关 还是客身 说关啥混杂吗 说他这个 10岁到 20岁之间 走离这个大运 大运 什么叫大运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叫命局 这叫命啊 它分为两部分 实际上分为三部分 命运和流年 那么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了 这个叫运 这最重要的啊 一命二运 那么你命里面没有 你运能走到也可以 叫命 命不好运好也可以 命好运不好 命运它是两个 我又说命运 命运就说了这两个 你的命运怎么样 就是这两个字嘛 叫一命 二运 三什么 三封税啊 当命里面没有了 运里面又没有 那只有靠封税了 叫三封税 一命二运 三封税 那么 怎么化解 化解是重点 那么 当七沙来的时候 没有护体了 我们要给它加上印 比如说加印 怎么加 在古代 这么加 特别是六 六几的 七几的 六几 七几的 我们都知道啊 在以前呢 要戴帽子 戴帽子 为什么要戴帽 戴帽子啊 我记事的时候 小的时候啊 都知道每个人都会戴个帽子 戴在头上 实际上它就叫印 印堂印堂在哪里啊 所以说把帽子一盖 戴那个帽子 是不是啊 帽子到这里 是不是啊 把这个印就接住了 这叫印 实际上我们古人啊 为什么要穿着帽子 一定要戴帽子 现在 你看戴帽子很少了 很少了 都把头护起来 这叫印堂 那么实际上八字和我们的面相 它是一体的 如果说你眼睛面相 不眼睛八字 永远打不到一种改命的 是不是啊 关在额头啊 是不是啊 印啊 印堂啊 柴子鼻子啊 是不是啊 食伤是嘴巴 为什么啊 关破了 是不是啊 印破了 财破了 啊 欺杀 这些都是如外的啊 这些给大家提一下 实际上 这是命学与面相之间的关系 这个不给大家深入 不给大家深入啊 那么 现在这戴帽子 基本上 不是什么 如果说一个人的印 如果说一个人没有印性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你只要戴着帽子 只要出外就戴上帽子 他也会什么 免灾 大家知道为什么现在都戴头盔 知道吗 为什么建筑队都戴个头盔 打仗的时候 戴个钢盔 是不是啊 那么骑电瓶车 是不是戴头盔 没戴头盔 罚你 五十块钱 他什么 互体迫灾的 这实际上 他都是一个传承的一个理论 那么还有眼睛 是不是啊 还有这个 眼睛 等等等等 那么好了 那么 在于古代 子妈化解了 叫认干妈 认干妈 是化灾的 干妈为什么 为印 比如说胡姆母 他如果说 他父母懂得八字 那么一生下来一看 这个小孩不好养啊 那怎么办 就认个干妈吧 哎 这个小孩了 就没有四 他没砸根啊 到这砸根 我会教大家 他如果腰折的话 为什么会腰折 为什么应年早逝 你大眼一看 就知道这个人 根都没有根基啊 没根基 你必须得找印 就是说他没有根啊 大脂毛磅 你得找一个 护理他的 经常给他浇水的 护着他的 你看那个栽那个大树 刚栽起来 是不是用几个柜顶着 不要叫他外 这就是印 顶着 把它养一养 他慢慢的就根就扎了 那么要认干 为什么要认干妈 知道吗 这个就是印心的 为什么要认干爸 认干爸是干嘛 发财的 都是干货啊 干爸就是发财的 因为父亲为偏财 发财的 你看到一些明星 为什么要认个干爸 认过之后 他又发财 财星为干爸 什么时候认干爸 你想发财 当财星不透的手 就是说 在这个位置 没找到财星 你想忘财 的话就找个干爸 如果财星露出来了 你就没有必要了 知道吗 那么 又说了 什么样的认干妈 没印心的时候 印心太弱 就是没有印心的时候 需要化解的时候 需要杀的时候 没有根基的时候 都要认干妈 想要发财的时候 认个干爸 什么时候 要认干儿子 什么时候 要认干女儿 看你们学八字 学到多少年了 懂吗 那么 干儿子 干女儿 这个啦 学过八字的应该都懂 叫十神土秀 什么叫十神土秀 就是说 你这个人要增加你的才华 就叫叫什么 就是说 有那句话 叫怀才不遇的时候 叫怀才不遇啊 哎 怀才不遇了 哎 他怀着 就是说 他有才那么有 但是不得到重用的时候 他的才华就出不来 那么 可以认个 干儿子 认个干女儿 来什么了 基本上是 男的 认干女儿 女的啊 可以认干儿子 是这样分的 要阴阳 阴阳配好的 那么他就会 吐露他的才华 叫十神土秀 有这一个啊 十神土秀 八字上经常听过这句话 叫十神土秀 还有一种情况 当不怀孕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不怀孕 没有小孩 这个人啊 就因为 他八字中 他的 阴心 太旺了 就把十神克住了 那怎么办 他就认干儿子 干女儿 一认 就把十神增大 就对抗这个十神 他才有 生儿子的一个机会 什么意思了 比如我们说 八字中 八字中有 小神多时 这个小神很厉害 来 搞他的小孩 八字中都有 但是呢 他要认个干女儿 干儿子了 哎呀 不要搞我的小孩了 你看我有干儿子 干女儿 你们去找他嘛 趁这个时机 他能把自己的小孩 能生下来 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就是传承啊 是不是 他得有 有条件的 还有干什么呢 再给大家透露一个 拜把子 拜把子 拜把子是干什么 拜人工地 是不是 那么要拜把子 就给刘备啊 桃园什么 三接一 拜把子嘛 桃园三接一 是不是 那么 当你啊 拜把子叫笔节 叫笔啊 就是我的兄弟嘛 也叫人兄弟 叫兄弟 拜 拜 是不是 金兰之交嘛 叫人兄弟 拜把子 拜把子能帮自己 帮自己 哎 拜把子也管用的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七杀 丁火 这都是丁火 都克 这个了 都克这个薪金了 薪金太弱了 那怎么办 他要拜把子 你们一起给我抵抗 这个七杀 你看啊 你看啊 当这个人身体很弱的时候 特别是小孩 特别是什么 身体很弱 弱不经风 经常的生病 那么你就 哎 拜个人兄弟嘛 叫把兄弟 叫把兄弟啊 把兄弟嘛 哎 他就能抗 其实啊 就能增加自己的能量 这不是随便拜的啊 本来你八字龙比接就多了 你再拜成把兄弟 那又接你的财了 因为把兄弟失财力有很多的 为什么 看你八字龙需要不需要 八字龙没有比 没有结的 啊 你才可以拜把兄弟 就是说 你这个日主啊 那日主啊 没有跟他一样了 比如新金 你下面没有金 上面没有金 就跟他这个八字一样 什么意思 他的日主是新金 你看 没有一个给他一样的 没有一个帮他的 硬性也没有 也没有跟 也没有硬 什么叫跟 后面我会讲啊 跟 谁会帮 第一个要跟 有跟的话 自己大公不需要人帮 这样人就很强势 我不需要人帮 我有跟 我不靠你们了 没有跟 那么我们要找印来帮 是不是 没有印了 我们找笔结 找笔结帮 那么这个扎根 是不是 你没有跟嘛 你找印 人干妈了 没有干妈 不好 我们就找笔结 笔结就是把兄弟 都是帮我们的 这些都是帮的 帮我们的 都是帮 有人说什么时候 要帮啊 无跟 无印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用笔结帮 他如果 前面走个笔 走个结 也可以 大运里面 他都没有走 前面大运走的都在这 笔结 销 销印都在后边 帮他都在后边 53到63岁 73岁才开始走 没有用 你的运交得太晚了 你的好运交得太晚了 前面都是 要么刻着印 要么耗着印 你没有用 知道吗 那么从现在 大家就知道了 拜把兄弟 任干妈 干儿子 这些呢 实际上都是什么呢 有先接的一个条件 不是随便搞的 那么懂得这个 我们就知道 古人啊 是有传承的 要看八字的 现在还有多少人去看八字 你看吧 没有 好多领导 拜把兄弟 把兄弟出事了 把自己拉下去了 也有好多企业家 拜把兄弟 给自己的把兄弟担保 那么企业倒闭了 有好多 本来 他的印 就比较旺了 印一旺他就 磕小孩的 知道吗 哎 他又拜个干妈 那么自己的小孩 又出灾了 是不是 那么有好多 他的笔节 他八字种笔节 就很多了 他又拜把兄弟 笔节节财吗 那么自己的吃财了 自己的老婆泡了 那么我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明白了 是八字啊 它是很重要的 确实很重要的 这又叫人补 要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气补 不如人补 大家懂了啊 大家应该听得懂 因为啦 我已经讲的 给大家很细很慢 是不是 我讲课了一块 我讲课比较快 但是啦 讲这个课的时候 我就比较慢 一距一距离 给大家讲 希望大家能领会 我们这个精髓 那么领会精髓之后 我们就能运用上去 那么有人说 老师啊 我六老八十了 我还不能再找干妈去 我还不能再找干爸去 我还不能再找干爸去啊 我还不能再 拜人兄弟去 跟干儿子去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啊 这个爷爷给大家传承出来 传承出来啊 如果说 像他的一个 他这个印星是什么 我们找他的印啊 实际上他这个印星就是土 他这个印星就是土 土印啊 生我这为印的 这个生我为印 这个六神之间的 我认为说六神之间的生克 大家要熟悉一下 我给大家写一下啊 他咋来的 他六神实际上都是生克 我认为这是日主 我认为说这是日主 日主啊 那么日主说生的 日主说生的 都是什么了 就是说 这个日主在这里 生日主的 生日主的 就是印 印和销两个 他就生这日主 有人说 那么销神跟印 印他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都生啊 一个是真的生 一个是假的生 这个销神是谁嘛 大家知道有个这种鸟 啊 就他就是这只鸟 啊 就给后妈 打个比方就是后妈 后妈也也生嘛 也生 但是他对他不好 有时候打 有时候骂 也给你口吃的 不好好生你就行了 真正的自己的亲母亲呢 他是不去回报 去生涯 不去回报去生涯 这就是印 销神那是打你骂你 然后再给你吃的 要靠你回报的 所以这个销神跟印性 他不一样的 生日的 那么克日的 那是什么 叫官煞 克着你的日的 叫官煞 官煞都克着 官跟煞有什么区别吗 关心啊 关心 他是什么 关心 他是管着你 你不要反对啊 你要好好学习 做作业了 你要怎么怎么样 管理着你 不让你走歪路 就叫官 煞了 也管你 管你是 不是正当地管你 经常去打你 骂你 就是欺负你 这也叫啥 不要动了啊 管制起来 关到屋子里边 把你绑起来 这也是一种管理 到医院里边 躺到病床上 不要动 不要动啊 该给你打病了 不要动 拿刀给你开刀了 这一种啥 开车 好了 创车了 不让你让你开了 也是一种管制 是不是 他凶的一种 一种友情 一种无情 大家这样理解就行了 那么日主 克日了 克日的 那么日克的 日 他就克着 被日克着来了 这个什么 财 克着为财吗 财心 一个财 一个这个财 基本上它要差不多 一个正财 一个偏财吧 被日克着 管 被日管着 是不是 也是男人的老婆 管着 这官杀 也是女人的老公 是不是 女人的官是老公 杀是情人 为什么女人交情人 往往都比较凶 就是去杀 为什么女人 她喜欢 那些坏的 我们有句话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对不对 哎 因为 这就是欺杀 女人都喜欢欺杀的 往往不吃 她喜欢 比较正经 她喜欢不正经的 往往那些 接不了灰呢 就是不坏 懂吗 所以说 日说克着就是财 就是财 是不是 那么还有 比和的 和日一样的 比和的 那就是什么 就是比和结 比结嘛 比结啦 她两个 也是一个无情 帮你 也是一个无情 比 帮你嘛 她有时候 真正的帮你 结才帮你 那就是帮你 这给你要东西了 我帮你了啊 但是你给我拿多少钱 这叫比结 基本上就这些 还有一个 时商 日生的 日生的是什么 时审 商官 小孩啊 他分为两类 你 对小孩好 小孩感恩了 他就是时审 他对你好 孝子嘛 我们说叫时审 你有了小孩 你对他再好 但是他就是反对你 就是骂你 就是不听话 这叫上官 他就是上官 时审 与上官的区别 就懂了 所以说 这个很重要 这个大家要记一下了 生日 日主的叫印销 克日主的叫官杀 日主克的叫财 和日主比合的叫比结 日主说僧的叫时商 那么基本上 十神 这十个神 十神啊 我们叫十神 那么你要看你头顶上顶的什么神 比如说这个胡姆姆啊 他顶的就是七杀 踏杀自杀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 只是我们在这里 不要来外讲啊 因为我们在这里上上课了 学一下理论 你不要把这个搞成政治 就跟老B一样 知道吗 是不是 你搞成政治 那就没意思了 对不对 有些东西了 我不讲 你不知道 我讲嘛 还怕 大家了 乱讲乱说 上升到政治因素 那就很麻烦 实际上 这个八字啊 他又非音为内和外 从这里画一条线 这边呢 叫外 这边叫内 后面我会有 还有后面还会讲这个内外啊 这是外面的一些 这是你家里面的一些 一个人死在外面 死在家里 一眼就看出 踏杀自杀 一眼就看出 这叫外 这叫内 好了 我只讲了这里啊 多了不讲 那你自己得慢慢的去看 就 那好了 我们这个印性 对于印性了 大家要总结一下了 印性该怎么布局了 你要不要印性布局 你看有没有印 没有印了 你要布个印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有财无印的话 没有实力 是不是 没有实力 好了 大家在企业里面 给别人布印性 给别人画摘 大家一目了然了吗 那么就知道了 我怎样来吼提 怎样增加自己的能量 怎么用灵补 这一刻了 应该大家应该也要收获的 对不对 好了啊 那么这一刻我就讲到这里了 印性的认识 对于印性的认识 对于印性的认识 是不是八字很简单 不是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懂吗 我们不是算卦 我们也是条理 不是那么复杂的东西 后边我们还有冰机 还有好多东西啊 都会给大家讲 好了 今天的课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啊